今天是9月22号2020年 天干地支是庚子已有五成五五 今天京旺 庚子已有双双合并 合化成功 许多合不一定能合化成功 而今天千载难逢 今天京旺之急和泛滥 木哲火衰图诡异 今虽旺盛 但对东方不一定起到制约和打击作用 狂轰难炸只是情绪的宣泄 艺术创造和轩然手段而已 除非东方主动配合 否则自身的衰弱与无序 将导致西方雷声大 雨点小 目的无法达到 与此同时 今天也是西方在过去的时段中 得利日子的又一次开始 今天虽然世界上各种势力和集体都热衷和沉浸于各种联合团结 但这种联合的速度过于快捷 导致手中能量提前过大 好世界并未到 高举的石头无处可砸 放下再拿起成本过大 不放下一直举空中实在太累 且这种难堪的局面 两天内找不到任何解决的方法 一错事 今天今旺的人一定要小心 不要去东方 尽可能放松自己 不可意气用事 否则丢财 血破难免 那今天缺金的人 反而意气风发 财源广进 并有突破性进展 牛鬼蛇神 早已退于道路两旁 贵人从天而降 心想事成 随时都会出现 今天缺木的人 会很疲劳 无序 郁闷和部分肉体 亏疑 所以 一定要注意休息 尽可能少外出 多吃清凉食物和瓜果 多看喜剧片 避免生不必要的气 伤害自己 也伤害亲人好友 今天目望着 一定要小心 血破之灾 不可行驶在东西方向上 特别是清晨锻炼 和下午外出的人 尽量减少行动的距离 放慢自己的速度 不要走神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一定要随时 保持清晰和积极的状态 今天缺火的人 会出现呼吸困难 气短身软现象 身边一定要带好救星丸 尽可能让自己 留在空气新鲜 或空气通畅的地方 特别是尽量避免 自己一个人独居 最好身边有他人陪伴 今天火望的人 基本上都是好事 虽然有暂时的凶温气短 但好事连连和好心情 会很快修复 这种不利的局面 多帮助周围的人 会让你更快乐 今天是立于生女儿 今天出生的女儿 要么就是艺术家 要么是发明家 虽然陈嘉丽万 不一定易如反掌 但这将是她一生所爱 今天的女儿 虽然貌不惊人 但人见人爱 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性格 使她避免了许多不幸 赢得了许多的幸福 和快乐的人生 她有一个深爱自己的丈夫 和温馨的小家庭 她步伐轻盈缓慢 与细舒缓 是一位难得的好伴侣 今天出生的男孩 倒是要从小好好培养 去除胆小懦弱的天性 注意长大过程中的健康 和营养不足现象 在她成为男人前 提高自己克服困难 和克服依赖他人的心理与习惯 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但对今天出生的男孩 是必要的过程 今天加州的大火 会得到良好的控制 这样的状态 会持续一个礼拜 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机 好好把握 将是加州野火灭亡的契机 与转折 今天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表面上依然是相对相互对抗 这种对抗力量 主要来自于美国方面 看上去很激烈 但每一拳都打到了 中国丢出的海绵碗垫子上 中国的柔软和巧妙退让 让美国全权闹空 但这样的失重状态 只能维持两天 两天后 美国将会有更有力 更有效的动作和打击 再度开始 这样的状态将持续15天 那时中国将再次在 忍无可忍的对抗中 遭到打击和挫折 损失极大 今天的台湾 开始表现出低调 和某些沉默与柔软 这样的状态会持续四天 四天后 台湾的言行 将是沉闷日子里 一首悦耳的口哨 和一个优美的舞蹈 微信虽然得以喘息 但对微信的打击 只是刚刚开始 是为下一步打击更大势力 和集团的警告与试探 只有豁然开朗的人出现 人们才能从中 得到更好的好处 更多的好处和金钱的补赏 今年好莱坞 会出现繁荣和惊人的色彩 新的创意和设计 会震惊世人 今天是个车祸 与事故频发的日子 今天是科技上 发明创造的日子 今天也是人类浪漫 游玩 聚会交友 谈恋爱和发疯的好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